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至少12小时起跳 多飞等于多赚 也正因如此 他们的票价可以压很低 以台北吉隆坡来回机票为例 穿到航空含税至少台币上万元 而联航 AirAsia只要台币六千三 几乎省了一半 这一杯泡面多少钱 六块钱 小小泡面要台币六十块 行李托运费 即少餐点都得定外付费 羊毛出在羊身上 不再一票包到底 这个方便您的购物款 想享受一点的加点钱 可以躺着搭飞机 甚至还有没有小孩哭闹的临近区 安静也能用钱买 对 这里是欢迎来到马来西亚国际机场 一到机场没有登机门 得走下停机坪 这里是马来西亚就联航层下 没有经理装潢就像大巴实战 跟传统机场相比 降落费 停机费都超省 联航可以轻松飞 有时候你不需要很高兴趣的均匀 跟砂坡的桌子和座位 但他们想要确定航空 然后他们能够在那里 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参与 高兴的品费 12年前 NASIA引进欧美联航模式 成为亚洲第一家联航 营运短两年就转亏为盈 机队从两架成长到目前140架 航点增为85个 也可超过千万 2014年 结合波新的联航航下启用 规模亚洲第一大 法国政府的支持 让亚洲第一家联航NASIA 站稳脚步 各国联航看到市场 十年内如雨后春笋般跟进 尽马来西亚有AVASIA 新加坡有护航股航 韩国有意志大德威 甚至中国大陆也有春秋西部等联航 这股联航风也吹进日本 乐陶香草也陆续起飞 2011年 日本第一家联航乐陶成立 还在关西量身打造专属航下 远一点看就像是个大铁一屋 大片落地窗明亮采光 日本搞连航 光航下就跟别人不一样 简而不漏 走的是趣味设计风 选电 选空间也选材料 航下建造同样低成本 调码一扫不用30秒热腾腾的登机证就印出来 这是号称全世界最快的自助报道机 不仅乘客方面 航空公司也省了人工作业成本 根据统计 亚太区联航市战率10年成长超过5倍 每100个座位中就有24.5%是联航 而台湾联航市战率只有6% 与各国相比还有很大空间 亚洲联航分纷起飞 地理位置极佳的台湾 能不能有自己的联航 台湾人能不能有新的选择